当年的雷霆就是没沉住起因 如果说静待十遍的话 一直到了16年呢 公子帮飞涨完全可以 很遗憾嘛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当时错过了一个最大的历史机遇 什么机遇呢 因为15到16才就公子帮开始飞涨了 你当时那会儿你提前刘哈等的话 你最多交两年奢侈税 而且交不多钱 他可能当时雷霆也没有想到 未来一支球队能这么支钱 当时雷霆整个球队呢 才三个亿吧 还四个亿 就这点钱 所以那老板也是花钱谨小慎非 不愿意大手笔投入 一年交个八百万奢侈税 感觉那已经是顶破天了 因为整个球队一年满打满算下来 盈利呢不到一千万 你说你敢交八百万奢侈税吗 不敢 没有想到后来雷霆队 现在也是水党传稿 市值在二十亿规模左右了 因为现在联盟没有几个球队 那么不值钱 都算二十二十来亿 就打底就这些 你看那个麦克尔乔丹卖的黄蜂 不也是的吗 也是二十来亿 并且16年之后 公子帽第一轮飞涨 那还仅仅是个开始呢 后续年年 翻根头往上涨 那如果刘哈登 就他们哥啥都零定些 养不起吗 薪水在不断膨胀 一样能养得起 倒了没了 当时雷霆 其实他确实有这种历史规律 如果说一咬牙一跺脚 把这三位MAP都留在手里 甚至一巴卡都可以一年两千来万 同时留队 为什么 你参考金正勇士 勇士不就是吗 汤姆森库里都顶其 杜兰特也顶其 德拉蒙德格里两千来万 这不就跟雷霆情况非常相像吗 三个顶其 三将克都顶其 还有一个蓝领 德拉蒙德格里 雷霆也是一巴卡都能留队 小丑会不敢试错啊 看你老板 什么经济实力 你看克里夫兰骑士 就那几年养那个勒布朗詹姆斯 他组建的三级投球队啊 一年奢侈税不少交 而且那个骑士队呢 他的奢侈税交的规模 不比金正勇士少 勇士当然规模是特别膨胀 骑士也不少 为什么他敢跟勇士队表呢 你从纯粹的这个市场规模来看 正常来讲正不会来呀 但还是那句话嘛 玩这个竞技体育啊 你老板如果说产业单一 怎么说呢 尤其在NBA那环境上遍地精远 那你就别干这个NBA了 为什么呢 你花不起钱 你玩不起这个 你这点小买卖 就这点小手笔 你不适合差语 就是NBA这种 大资本介入的游戏 因为你看很多顶级老板 包括骑士队那个贷款老板 他专门干放贷的嘛 吉尔伯特 人家就因为骑士这个品牌创出来了 人家那个贷款事业干的红红火火 克里夫兰骑士就是讨贷款 全球连锁的贷款公司的一个下属的宣传机构 我一年在骑士身上 哪怕设处于交三亿呢 那整个吉尔伯特贷款公司 全球连锁跨国贷款公司 一年五到六亿的宣传规模 里边拿一半花在骑士身上 绝对值得呀 因为人家通过骑士都了解吉尔伯特贷款公司了 所以你看那吉尔伯特现在已经五百亿的身价了 你这才叫干嘛呢 这才叫通过篮球比赛 通过滚雪球式的放大 竞技体育带来的商业价值 你要光指望 卖票挣钱能挣几个钱呢 所以雷霆只是很遗憾吧 小老板没啥钱 你市场是小点 没遇到那种一字千金的土豪 遇到的话也一样 小球是一样能够结起 如果遇到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